哈囉,大家好,我叫Pen 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LOGO的表現方式 它裡面有彈跳還有折罩 這個LOGO它大概5秒 我如果自己設計這個案子大概要花一個小時 可是如果把它做成教學 我差不多要花6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包含上字幕之類的 希望你們可以喜歡我的教學 我的頻道主要是介紹AE跟C4D 如果你們喜歡這兩套軟體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希望你們可以留言跟我做互動 好,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一個 動態圖像的LOGO設計方式 我們先來看一下效果 它可以產生畫出來的感覺 然後它又會有一些細節 就是彈跳跟晃動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AE 記得點擊下面的連結 會有免費培訓一個小時 就是基礎怎麼樣操作這個AE 我們現在直接開始 我們先把這個素材丟進來 讓它產生一個新的合成區 我們按下Ctrl-K 這邊我們改成小的HD 然後每秒30格 時間我們用7秒好了 好,我們按下OK 我們先按下S 做一下縮放 它是向量檔 所以你有縮放 記得要開啟小太陽 它就變得比較銳利一點 我們現在就可以針對這個LOGO 它想要產生的動態 來做一下簡單的去背 我們現在選它 然後按下Ctrl-D 我們先來改一下第一個圖層 我們使用鋼筆工具 然後直接去做一下去背 滾輪可以縮放 滾輪可以縮放 好 我們先單獨顯示一下 拖拉一下 好,這樣可以 我們再看一下 A的第二個筆畫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直接使用圓角矩形就可以了 狂選 我們再使用移動工具 先點旁邊再點它 稍微修正一下 這個你可以按上下左右鍵去做微調 你也可以關掉這個遮罩 好,這樣可以 我們再打開一下遮罩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筆畫 這是單獨顯示 就是這個 橫線 我們直接用圓角矩形就可以了 大概到這裡 好,先取消選舉 再選它 關掉這個顯示 上下左右鍵 上下左右鍵修正一下 上下左右鍵修正一下 打開 OK,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G G的話要用鋼筆工具 我們簡單圈一下 我們在做這個動畫 其實每天都會做這些工作啊 如果你覺得這些工作很無聊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一下你要不要繼續學下去 好,我們點它 繼續畫 去背是很重要的 包括如果你有學PS也是一樣 好,接近就可以了 OK,好 我們把它Close 好,這樣G就可以 這邊不用很漂亮 因為它等一下會有一個P畫上來 好,然後這是P P的話大概會從這個地方出來 P的話我們可能要先畫這一段 好,我們來畫一下 這裡 這裡 好,到 這裡 這裡 好,這樣就可以了 你畫的時候可以按Shift 它就是水平的 它就是水平的 Macles 簡單修正一下 Shift可以加選 關掉看一下有沒有去背不好的 有 這裡 好,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筆畫 最後一個筆畫就是 它這裡會 往下生長 好,所以我們一樣用矩形就可以了 好,直接畫全部 畫完之後我們一樣選擇選取工具 點旁邊再點它 移動一下 關掉這個顯示 按下左鍵 好,這樣就可以了 點旁邊再點它 關掉 好,這樣可以 我們這樣很快就去背完了 我們來檢查一下 A 然後 G 再來是P 就是這條線 就是這條線 我們現在確定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一下動畫 我們先改一下名稱好了 這是A 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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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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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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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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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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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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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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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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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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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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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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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1 11 我們先改變一下中心點 就是這個Y 把移動到上面來 這裡 好 這樣可以 我們一樣以10格為單位 Shift加PageDone 10格這裡我們先設一下縮放 然後再回到原本這個位置 我們把Y軸設成0 我們按0預覽一下 就像這樣子 我們現在只是單純的縮放 可是其實我們可以增加一些比較有趣的效果 就是晃動 這也是動畫的細節 它往下生長的時候 它可以順便晃一下 晃動我們直接選擇縮放 然後用多一八手的自動工具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Spring 我們直接選Scale 就選擇這兩個Keyframe 我們直接增加Spring就可以了 我們打開一下這個特效 就會多出一個Cleaner 我們打開一下這個 Follow Source 它這邊會有彈力跟減震 我們先設下In Out點 N 按鈴預覽一下 它就會產生 縮回去這種彈跳效果 我們在介紹彈力跟減震之前 我們可以先打開一下這個縮放 這邊會有個表達是 之後的曲線圖 我們可以打開它 然後選擇這個縮放 就是選擇這兩個屬性 我們進去裡面看一下 這個就是 彈力跟減震 所產生的這個效果 彈力的數字如果越多的話 它的幅度會越小 我們來看一下 對 幅度會越小 然後減震的話 數字如果 我們先還原一下 減震如果數字越少 它就會彈越久 好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想要讓它 幅度少一點 我們就增加彈力 然後我不想要讓它彈那麼久 我們就是增加減震 對 對 好我們最後運來一下 我覺得這樣還可以 好 我們關掉 我們來做一下 第三個字 好 第三個字 它是劃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 從這裡生長 所以我們先按一下中括號 我們一樣 按一下Y 改變中心點到這裡 按下S 我們先按下Shift加PatchDone 目前的大小先設一個Keyflat 然後這裡的話 我們關掉等比例 把S軸設成0 好 好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G G的話我們要使用比較特別的方法 就是使用 Shape工具 畫一下G 然後當作它的遮罩 我們來畫看看 我們一樣先 按一下中括號 中括號就是它可以靠起這一邊 好我們使用鋼筆工具 來畫一下 我們的遮罩 這裡記得先取消選取 然後我們內填色不要 我們把邊框打開 顏色我們選擇白色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畫一下G 我先點 一個點 然後畫一下這個路徑 好我們再稍微微調一下 我們先看它基本上 接近我們再去把它 放大一點 就是它可以完全當作遮罩這樣子 這樣子 好這樣其實可以 我們把這個遮罩移到G的上面 好拉過來 我們打開一下這個Shape工具 Shape工具 它這裡會有個叫做 Trim Pass 好 這裡 我們選擇Trim Pass 我們就可以透過它來當作遮罩 就是你可以去畫一下這個筆畫 這樣子 畫 好 好 所以我們可以先設一下簡單的Keyflat 我們先把時間軸改成0 end這裡 我們按下Shift加PageDone 然後 直接畫出來 我們把Stroke現在可以把它改粗一點 打開 改粗一點 就是要讓它佈滿整個的文字 好我們再稍微微調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微調的時候你要打開Pass 選這個Pass 選這個Pass 好我們就可以做一點簡單的微調 好 這樣基本上可以 好 好這樣基本上可以 可是要蓋滿所有的字 所以我們再讓它再粗一點 OK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要怎麼樣使用它當作遮罩 遮罩一定要放在文字的上面 我們只要在G CheckMate 它是這個選項 如果你看不到你可以從這裡打開 這邊我們直接選擇AlphaMate Shape Layer 2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就可以畫好這個G 微調一下這個位置 就是 這個文字在這裡的時候 這兩個其實可以再往前一點點 所以我們按一下 Alt Shift加上 Page Up Alt加Page Down 微調一下 大概這樣子 好 這樣我們這個G就做完了 所以G它比較特別就是使用 Shape工具 然後當作它的遮瑟片 這邊我們選擇AlphaMate就可以了 好 我們畫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繼續來畫一下 呃 P1 我們打開一下P1 好P1大概會從 從 這個地方 開始 好所以P1也是一樣 我們先讓它靠齊 這個時間點 我們可以拉一下這個 時間 取消選取 就跟剛剛的做法是一樣的 我們選擇鋼筆工具 來畫一下這個路徑 好 稍微微調一下 好 我們一樣把它丟到這個P P1的上面 上面 稍微修正一下 OK 好 那我們一樣讓它粗一點 打開一下這個 Shape 這個Stroke 粗細 改粗一點 好 我們一樣選 一下Trim Pass 打開一下Trim Pass 先設一下And Key Flat 好我們設一下Key Flat 然後 我們一樣以10個為單位 它會畫完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它一樣使用它當遮罩 所以我們選擇Alphamate 好 這樣基本上我們的東西都快做完了 我們選擇這個遮罩按一下U 看一下它的時間點 在這裡 我們最後這個P2 就是跟我們一開始做的這個A的這個是一樣的 我們打開一下 改變一下中心點 到這裡 OK OK 好 那我們按下S 先按下Shift加PatchDown 設一下目前的位置 再回復到原點 我們關掉一下等比例 把Y軸 設成0 好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就是選擇Scale 然後增加一下Spring 我們調整一下這個 彈力跟減震 彈力改20 減震改30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效果 我們按領域來一下 好 我會發現有些小問題就是這個G寫太快 P這個也寫太快 好我們改變一下時間 這個G 的這個遮罩我們按下U 我們讓他變成20格 好 然後再開始寫這個P 這些全部都往後移一點 然後這個 也是讓他變成20格 好最後才寫這個字出來 好我們再按領域來一下 好這裡有點問題 我們把這些 下面這些所有塗層 微調一下時間 Alt鍵加上Patch Up 好這樣子 其他就是微調的部分而已 好 我們這個範例裡面還是介紹了蠻多 細微的 動畫 這些細微動畫他都沒有很難 可是 可以讓我們的作品產生一些細節 所以如果我們得到這個作品 我們 繪的工具越多 我們就可以越快想出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設計這個作品 好 我是Pen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教學 有任何的意見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好 我們下次再見 你們下次再見